這個冷氣是最問號的 它裝在下面 在床上就會超級熱 然後在下面就超冷這樣 來帶大家看沒有電梯的宿舍 就要自己搬 自己從五樓上上下 這麼多 這麼多 今天的影片主題呢 就是要來開箱一下我們的 真實版的師大宿舍 今天呢 是我退宿的前一天 而且我下學期也沒有要來住在這間宿舍 也就是學醫社 以下的那些宿舍畫面呢 都是我在十一二點的時候拍的 就是半夜的時候 所以有些畫面有點暗 就先請大家見諒 WOW 都沒人 阿我的垃圾桶為什麼是搗的 就是外面 然後就斜的就是因為這麼多 就超出線這樣子 然後 裡面呢 這是我現在的書桌 就是這個是書 然後鏡子 化妝品 就我幾乎沒有化幾次妝 因為真的很爛 然後西瓜姐保溫瓶 還有水瓶 然後一些奇怪的雜物 然後學生證 然後剛剛的飲料 然後還有離子夾 然後還有 一些 嗯 就是東西 然後還有大家的卡片 在後面這樣 卡片 然後呢 這些都是 零食 食物耶 一大堆 一大堆食物 然後 一大堆口罩用不完 然後還有墊 插頭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個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就是 放香蓮那個 然後還有 塑膠袋 然後 碗盤 賣片 喝完的阿華甜 還有一些 就是洗衣精啥的 還有什麼洗碗精什麼的 對 然後就是床上寄來的 一些東西 好 位子 垃圾桶 洗澡的東西什麼的 然後跟大家說 這個椅子真的是超爆難做 腰痠背痛這樣 但是我是很少在宿舍 所以還好 而且 如果沒有這個墊子 就是直接做這個 這個 橘色的 衣服 我真的是 居然我骨頭都要散掉了 這袋都不要看好了 好衣服 嗯 就不要看好了 然後這個冷氣是最文號 它裝在下面 它裝在下面 在床上 就會超級熱 然後在下面 就超冷這樣 然後老實說 這個電風扇 其實蠻吵的 大家聽 還有鏡子 之後來 大家買的 就是 要有鏡子才方便阿 些鬼子 這樣永遠不夠放 不夠放 永遠不夠放 跟大家說就是 這裡其實它是 透氣的孔 但是由於 夏天的時候 有開冷氣嘛 所以把它擋起來 然後另外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它會透光 就好像 電燈就在這裡 對 所以就是怕透光 所以就把它 封起來 這樣子半夜 裡面大燈關的時候 才不會 很涼 不然正常應該是像這樣 透光的 走廊 那大概就是這邊 然後跟大家說 大家講電話 就只差來這邊講 電話就坐在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 夜市的 後門 然後我到現在還沒吃過 那一家 這媽媽商機牌 它總70塊 整個75塊 然後曬衣剪 大家不要嚇到 真的是 對 身衣服就是這麼密 然後現在是因為 就是大家幾乎已經回家了 所以那邊是空的 這樣子 就是大部分的時候呢 都是這樣子 就是 它沒有間隔 衣服這樣黏在一起 我完全不知道 是怎麼乾的耶 接下來呢是越南市 就是自喜室 但自喜室裡面現在有人 開燈 然後在這裡做事 然後這裡就是 從人會有一些 美術系的人 在這裡畫畫 適合一個人 可以用的就對了 然後一般的人 就用這一台這樣 喔還有這樣子的 這邊呢是另外一個 可以講電話的地方 這邊 這邊 因為現在是晚上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就是學校嘛 就是在對面這邊 這裡就是 城城清浦 然後 下面呢就是 我之前有些掉AirPods 就是在這裡講電話的時候 掉到那個 下面那邊 然後宿舍的門口呢 是在那邊 很黑都對 這裡呢就是 夕陽 會出現的地方 因為它剛好 是在這個範圍落下 所以剛好出來就可以看到夕陽 這裡還有一個NTNU 這是 圖書館校區 然後 這個是 校本部 到底誰要在半夜錄這些東西 現在帶大家看 我們 平常要回房間 在五樓 到底有多少樓梯要爬 真的是 走不完 而且 就是 如果 生病的時候 或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這樣爬 就是 快要我的命 然後 還有乾脆命的時候 真的是 就是 超級 痛苦的 到了嗎 四樓 超多 每天就這樣爬 然後 對 送眠室 就是如果你出門到一樓 發現 下雨 你就上來拿傘 就是會 會瘋掉 然後快遲到 然後還上來補樓 好 到了 喘都不行 我覺得現在 快不行 真的超累 超級累 真的超級累 我覺得這樣一上下下 我覺得我今天運動量 大概是 十年的運動量 來帶大家看 沒有電梯的宿舍 就要自己搬 自己從五樓 上上下 這麼多 這麼多 廁所其實是 超幾乎 所以我現在 不敢打開給大家看 我就記得 我前一陣子就問我宿友說 宿舍現在大概剩下多少人 還沒回家 就是遠距之後 然後他就跟我說 剩下的人還蠻少的 大概就是 你開第一件廁所就可以開到乾淨的 我覺得很好笑 這一間現在是 隔離用 就是 嗯 隔離的人在用 唉 宿舍真的是 毒窟 然後這裡是洗澡的地方 這也是 隔離的時候有 但他水其實都是被 直接在裡面流通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真的是 隔離什麼意思 但 有種並沒有好 然後這個洗衣服的地方呢 平常呢 就是會 有很多很多的洗衣藍在這裡排隊 大概會 一個下面會有 兩三個在這裡排隊 然後就會 很多人排了 然後又不來洗 對 然後 大家就會一直在群組裡面說 下一個人可以來洗 然後又或者是 會有人排插隊 什麼之類的 然後接下來給大家看 噁心的畫面 是不是會有很多 食物的殘渣 這已經很好了 就是平常這邊 這個濾網裡面 就會有很多的食物像這樣 欸 好 對 所以呢 以上這些片段 就是我住在這邊一個學期之後 我覺得 我個人對於這邊的感受 以及我的一些 想法 都會分享給大家知道 雖然說 就是 有這麼多的 沒有那麼 理想的部分 但是其實呢 學生還是 很方便的啦 就是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 真的很方便 因為 大概 在上課前十分鐘 欸不用十分鐘 大概 前 不到五分鐘出門 就好了 因為 當大家有看到嘛 就是在陽台那邊看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到 學生就在我們的對面 所以只要過一條街 就可以馬上到了 但是呢 就是因為在台北的市中心嘛 所以 地小 人稠 大家要塞在這個空間裡面 然後又是 很多很多人一起共用很多東西 所以 可能生活品質就沒有那麼高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全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